新美市議員羅文蟲 以及永和區永珍里里長 19號下午舉辦老屋健檢 道理服務的活動 不僅介紹永珍里房災的專屬地圖 還特別邀請都市更新推動師 和李明做補強說明 現場提供李明直接申請 讓專業推動師替你的住宅 做專業檢查 如果說我們覺得自己的 所居住的房子是過於老舊 是堪率的 我們可以當場來申請 請我們新美市政府 來道府來健檢 那麼新美市政府呢 會派員到這個府內這邊來看 那如果說這個房子的結構 真的產生很重要的 這些危險或者不甘居住的話 那會聯絡各個局處室 相關的局處室 來針對這樣的問題 來做一些妥善的一些安排 幾乎目前都沒有毒根案在推動 目前李明最關心的問題是 怎麼樣能夠順利的毒根 那漏水的問題 在永珍里面是非常的氾濫嚴重 然後房屋歸裂 然後另外就是說污水排水的問題 有感於台灣近年地震頻繁 永和區又有六成的民眾 住宅屋林已經超過30年 不少李明擔心自己的家裡 房屋結構不安全 透過老屋健檢的活動 讓居民更瞭解自己的住家 同時也能住得更安心 中央新聞趙世淵有何報道 中央新聞趙世淵有何報道 已經有進一間廣東 以為人民更為一向小ole 我們就能從免疫情